为了协助0403花莲县地震受灾民众减轻贷款的负担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召开0403花莲地震贷款方案 及利息补贴座谈会 由执行长洪中凯主持 听取地方基层的意见进行各权责单位协调与整合 而洪中凯说 花莲县各银行业者在受理民众申请贷款的作业 秉持着院长陈建仁的指示 以重塑重宽重优的原则 减轻各行各业者灾后的负担 一起洗手复苏带动花莲观光各产业 为协助花莲地区受灾民众减轻贷款负担 行政院东部联合服务中心 召开0403花莲地震贷款方案及利息补贴座谈会 0403的地震过后 我们政府提出了非常多 帮助业者在疏困方面的贷款方案 那在这段时间呢 明天的业者有非常多的疑问 银行团这边有非常多疑问 所以我们召开今天的一个座谈会 让双方都能够坐下来 透过东半还有我们的新宝基金 以及联府基金会 来做一个桥梁 帮业者能够更顺利的 带到他们所需要的书困贷款 或者是资本性的贷款 来帮助业者尽快恢复 或者是度过这一段难关 所以今天的会议非常的顺利 也让大家解答了非常多的疑惑 座谈会由执行长洪中凯主持 和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 花东服务中心 台湾中小企业联合辅导基金会 还有花莲县的银行业者 及花莲的中小企业观光旅数业者 来进行讨论 除了听取地方的意见 也由东服中心进行各权责单位的协调和整合 洪中凯也要求 各银行业者受理民众申请贷款作业 要秉持着重速、重宽、重优的原则 减轻各行、各业灾后负担 一起携手复苏来带动花莲的观光各产业 介续会欢迎视报道